第九場賽事 繼續回到第九場賽事 這一組三級賽 2,400米 皇太后紀念杯 藏泰VD的馬 就集中在一些大粒把馬身上 被改動了 9號馬的枝竹常樂 增程上去2,400米 除了面枯 先看帳王 當然會有很多人留意 事事有餘 還有一隻健康快驅 前面那隻是獨角獸 好像在下方的步驅 他好像試得很好 贏帳王 帳王有迫 但我覺得帳王 回到來 如果這樣 是否應該習背試得更好 真的不要忘記一些馬 多把先生也是 跑三場外地回來這樣跑 這隻馬的榜 是的 我都有少少疑問 這隻帳王 當然他在外地也曾經贏過一場 拍跳是偉達的走在外面 外面是一隻退役馬 所以扣到實 好像跳得很好 但我覺得對於這種馬 要求應該要再高一點 它應該可以再漂亮 好,再看四集 標之五支 中間粉紅白袖那隻 標棋飛 外面紅眼澤 著著領先 最出是多巴先生 這是17集 多巴先生外面 一路逐步拿著上來 我覺得兩隻馬外地回來 我覺得多巴先生 比那隻帳王 嘗試得更好 那麼 臨場是否下雨 還是否幫到帳王很多 還是怎樣 那你再計算 最後做了 做了一貨跳草地 當然跳得比較慢 其實這一招 他帶著一隻217 那隻馬脾氣大得不得了 大家自己查一下 那隻叫甚麼馬 但這隻多巴先生自己跳 他就相當輕鬆 那怎樣算好呢 勇戰神區 會不會這些突如其來呢 最佳拍檔是尾椅 長龍在燕 你看看他怎樣試 又是在後面 其實那些馬是有走勢 明廁後 但絕對有走勢 最佳拍檔是尾椅 淺藍三隻 朗下朗下 好了,勇戰神區 就當真馬這樣跑 其實苗禮德以前也是這樣 什麼泊草地 不斷地 不斷地 但是這輪比賽 都不可以 這是什麼意思 這些會不會突如其來 我真的沒有什麼計算 對,這隻呼吸這麼大問題的馬 即使你跳得多好 都不敢投以信心的一票 其實我覺得他的模樣 每次跳都差不多 我就不敢搏了 吸數 那他當然有 好了,菲林閃耀 反而他就好像去到這個位置 第一,他就去到這個位置 好像已經沒有什麼突破了 第二,就是分數 還有跑得很頻密 他開始已經 健康快驅 這隻馬就相當厲害 一再都是遇到一些強敵 但經常都交道 二千四日 當然他以往都沒有這個經驗 但這些就是準成 你可以貪他 經常都會衝得近 事事有餘 他今季十一月跑了 接著才一跳,四月跑 接著現在才打一搭 叫密一點,正常一點 可能是健康開始穩定一點 跳的確比之前更實正一點 這隻好 勇猛神駒 每次都交道 這隻老馬 二千四,他以往也有實績支持 昨天早上這座希偉心跳的 二十四個半末段 整齊、有力、集中跳過 直線力山 你看這隻馬這樣 他贏得你沒有什麼跑 三個多馬的位置 但其實他可以更好一點 這隻肯定 二兔的雙肝營口不鐵 這隻上次輸給他 知足常樂 蘇紹輝過了當跳 他也是跳,這隻馬跳得很好 現在這隻馬放得比較柔 僵口又穩定了 長力,我不知道他到不到了 但馬的狀態挺好的 好,接著是標支五支 至少少三月二十五至二十七 那裡三天 看上去就好像問題不大 希望這些真是頂得到 因為有上一箱 相隔了一個日數 另一隻高東來的馬 美麗宇宙 這些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總之就是越跑越頑 實績大家看到 一出即贏 然後就好像倒退了 那樣的表現 等他近一點才算 好了,自然力量 有些馬一直在前面 帶著他去忍、去跳 他可能又起勁一點 我真的想不到 他之前好像跑過這些賽事 跑到三級賽 對,來到第九場 這場又是另一場複雜的賽事 首先你看過分區已經這麼闊 118分最高 下面是76分 自然力量跳三班 上次是三班跳上來的三級賽 就是跳了三個級別上來跑 所以縱使他的身體 我想也不是那麼容易 我就選這兩隻 兩隻都是神操 我覺得跳得很好的馬 勇猛神居是經常選的 另一隻就是枝竹常樂 這隻馬 你見他上次遇到龍船狀元 結果那隻馬就沒有搶 被迫著要自己戴 我相信這隻枝竹常樂 他未必是跑法這樣最好 當然我相信就算他跑得對 也未必贏到那隻直線力山 但我相信勝負距離可以收窄 大家都面臨一個長途的考驗 但兩隻馬都是進步當中 兩隻都是四歲 自然力量 我記錯了都不是跑到三級賽 剛才你說得對 全部三班 這兩季跳幾班上來跑 跟象王多巴先生用戰神去跑 不過這組馬是有點QK的 象王多巴先生一隊跑 那幾場馬在外地回來跑 你要留意那個榜 我總是覺得不硬 但兩隻馬比較 我喜歡多巴先生 比象王多 勇戰神區也是 你知道呼吸 好像很不穩 四號馬又跑得那麼密 好像去到這裏又差不多 健康快區又要上2400 都要試試到不去 太多不明的東西 直線力山 我覺得他上次贏 是這隻馬最重要 要他出去走那個山位 他會好些 如果你說一路掩死他 他不是那麼容易跑 因為這馬的口味 未是太好 希望可以穿出來衝 其他那些勇猛神區 其實我都最喜歡 有路程 馬又保持得那麼好 這期神區是聰明 稀威心擺前些 這隻希望能夠出閘 第九場賽事都研究過